快来优酷YouTube频道看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吧 有英语 越南语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泰语 字幕和配音版哦 点击右下角加入会员 和我一起追剧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永远灿烂 爱你那星空 让你降落怀中 给你喝的梦 就和你在一起 和春天游戏 躲下天的雨 看几只可不一杯 我无法行动 就像是一场梦 有多么希望 以后的每一天 有你的笑脸 就请你陪在 请你陪在我的陪伴 因为 我已经找到了能给IMU带来新发展的计划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 我可以提前公布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计划公布之后 大家都一致同意的话 不知道李总 是否有胆量 主动请辞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些年 IMU是凭借什么 迅速涨文脚分子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我们的产品啊 我觉得是技术 不对 是用户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跟我说过一句话 投之以礼 报之以逃 我们信任用户 用户 也信任不 之所以 我只是暂停IMU计划 而不是终止 我以为你能听懂我的言外证 自己去解决和完善用户的信息安全漏洞 注意 是用户的信息安全 而不是我们的技术安全 第二 就是创新 我们的首选不是复制和购买别人的技术 而是创新 我们要从根本上 用技术来站稳脚分 创新 创新听起来是一个多么动听的词啊 那么陆总 你又打算拿出有多创新的项目 让我们这帮老家伙 眼前一亮 人工智能的升级探索 类人型智能陪伴类机器人 大家也知道 我平时 就爱研究这些新奇的玩意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类人型人工智能陪伴类机器人的团队 大家好 我是阿尔法小组的组长 陆总 陆阳 接下来想为大家介绍 陆总 你所谓的新项目 不会就是由这么一个科学骗子来领导的吗 是不是骗子 请大家耐心看完 自然就知道了 嗯 对 从而来 谢谢 你好 我是阿尔法团队研发最新类人型的核心 智能机器人星期五 采用多传感信息融合处理器 和生物仿生技术 专为服务人类而研发 我具备人类情感 智能语音 AI医疗 金融科技等20个方面 深度学习能力 请大家多多使用星期五 这是陪伴式全息技术 你们怎么实现的 怎么实现 什么叫怎么实现的 这不就是哗众取宠吗 一个事先录制好的视频 这个就能算是 MU的核心项目 路森 你相信的这个骗子团队 他们的招数可真是层出不窮 你们还有什么招数吗 继续使出来看看 您说的骗子团队是阿尔法团队吗 MU的核心项目 MU的核心项目 MU的核心肢目 MU的核心项目 MU的核心项目